时间总是在无意间流逝,很多时候的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运势到底是怎样的。但是对于经常做好事的人运势一般都不会差。而经常做坏事的人总有一天会得到相应的报应,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失邪,天网灰灰疏而不漏。如果哪一天就做了有违背良心的事情,总有一天会得到相应的报应。 常言道,好人有好报,恶人有恶报,的确如此上天总是公平的,不会偏袒任何人。还有些人总是喜欢助人为乐,帮助别人,上天也会感恩他们,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,这样的人总会一辈子幸福平安。下面说的这三个生肖就是一生平安,好人好运的人。 第一名,生肖牛。属牛的人性格积极乐观,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表现出消极的态度,他们有很强的人格魅力,正义感很强。 对于生活中遇到一些有违背良心的事情,他们一定会当场指出,从来不会睁只眼闭只眼,即使损失个人利益也在所不辞,经常帮助别人的他们总是能得到上天的眷顾,一生富贵事业有成,将来一定能够富贵安康。 第二名,生肖猴。属猴的人活泼好动,和属猴的人相处之后,我们都知道他们性格很随和,无忧无虑,从来不跟别人计较。 每一天过得非常开心,属猴的人心非常的软,总是看不得别人受苦受累。出去外面看到老弱病残要钱的人,他们从来不会拒绝,而且一给就给很多。 在公车上能主动让座,非常随和,他们待人诚恳,得到周围人的赞扬和认同,所以他们的命运非常好,一辈子幸福安康。 第三名,生肖猴。属猴的人热情活泼开朗,他们是重感情讲义气的人。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,他们会马上行动为朋友两了插刀。 属猴的人一生命运得非常好,发财机会很多,但是他们从不会忘记自己的亲戚朋友,自己好了的同时总会带着周围的人一起发家致富,不仅得到周围人的认可,还能成为行业的领导者。 属猴的人就是因为这样,所以他们一辈子贵人运非常好,整个人整个家庭都过得富贵有余。